你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有没有有个比较 还可以吧我觉得在防守上我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有的球我已经分到了 但是他们还是投进了 但是还可以 然后如果2加1被吹掉 然后有点可惜吧 对对对 然后就注意一下 刚打完试鱼赛就直接来到美国 这几天经过两天的调整 现在感觉身体状况如何 还可以 所以时差方面还是稍微有点点影响 但这也不是借口 身体方面 状态特别好 在NBA夏季联赛打球 跟在国家队打球的强度 我觉得强度 不论是在国家队还是在夏季联赛 我觉得强度都挺大的 然后只不过 可能在夏季联赛 节奏可能会更快一点 对然后我还需要更快的适应队友 你的名字就是比较长 我在赛前也看到那些解说员 都在不停的练习你的名字 那在更衣室里 球员教练都怎么称呼你 大家一般都叫我阿布 然后有的教练叫我Slam 现在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就是正常的交流 而且正常的交流 然后来球这些专业术语度 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听说你以前是看美剧学习英语 对美剧也看 然后可能原来我上学的班主任 也是教英语 所以有点基础 来了美国之后 有没有跟周琦丁严宇航他们交流过 有跟周琦交流一下 然后他希望我好好打 或者真取留在这陪的 那在接下来就马上要飞到拉斯维加斯了 那在拉斯维加斯正式的夏季联赛 你和自己有没有什么期望 我对自己还是希望能在场上 也是希望能发挥出我自己的特点 然后帮助球队赢球 然后在场下我也需要发挥我的活力 然后再替补习就是anything 好 谢谢